黑色機車高速右轉 坐在後座穿著粉色衣服的阿嬤 受到慣性影響 先是往右後防倒 接著雙腳夾著機車車身 上半身整個向正後防倒 就像是恐怖電影大法師中經典的倒爬動作 下一秒阿嬤雙腳騰空 直接來個後空翻 臉部著地鋪倒在大馬路上 路旁民眾看到都嚇了一跳 我是看到他彎出了 然後老人家就後仰掉下來 總而起那麼快幹嘛 十一號下午一點多 新竹一名十八歲的孫子騎機車 載著七十歲的阿嬤要到賣場購物 沒想到要從園區一路 又轉到光復路時車速過快 阿嬤又沒坐穩 整個人向後翻了一圈摔下車 跑在摔車後阿嬤並無大礙 孫子將他攀扶起來後 兩人就坐上機車 若無其事地繼續上路 硬乘坐不慎 因而跌倒 緊手腳插傷 這誇張的車禍自摔影片 也被後方的騎士拍了下來 PO到網路上 引起網友們熱烈討論 難道是跑跑卡丁車的骨灰級玩家 回去會被阿嬤吊起來大壩 竟然有人能完成這麼高難度的動作 警方呼籲後座神科要環抱歧視 或是拉著腰部衣物 才不會被甩飛 接著河孟前王毅德新竹報導 死者家屬身穿黑色衣服 神情難過 來到中立殯儀館接受檢察官訓問 訓後隨即解剖死者遺體 初步發現兩名死者頭部 有鈍器重傷痕跡 由於還沒找到凶器 所以不確定是否為鈍器所傷 另外外傳死者腹中是龍鳳胎 解剖發現只有一名胎兒 至於死者是否有藥物反應 要等到化驗以後才能明了 這起殺人案疑點重重 事發現場宿舍是單一出入口 附近有超過五支監視器 如何避人耳目是否有共犯 是警方偵辦的重點 王姓嫌犯與李姓夫妻合夥 經營泰國移工仲介 疑似財務問題發生糾紛 8號晚間殺害李姓夫妻後 將屍體裝在汽車後車廂 汽車在高鐵桃園站附近的停車場 並在隔天一早搭飛機逃到泰國 檢警已經啟動國際合作 要將王姓嫌犯引渡回台 神之以法 兩名黑衣男子 一前一後經過圍牆 隨即消失在監視器右上方的隱影處 之後兩人翻越圍牆 路內偷竊 行竊的地點竟然是花蓮 還沒有完工的 景清科技大樓 兩名竊賊鬼鬼祟祟的 扛了好幾捆 偷來的電纜走了出來 隨即把這些電纜搬上車 養長而去 兩名竊賊摸黑進入警局 前前後後花了兩小時 來回兩趟 囂張地偷取警局工地的線材 總共擇手8捆電纜線 總價高達5萬多元 但誇張的是 值班員警竟然毫無察覺 讓警局門戶大開 我們將迅速 將相關人等逮捕到案 對於我們這個周圍的部分 針對夜間的部分 加強巡邏的密度 兩名等大包天的竊賊 竟警局如入無人之境 打頭特偷 花蓮警方顏面無光 警方私下表示 真的球大了 抓到一定會嚴撤 記者劉喜交章 花蓮報導 台中北屯有一位 40歲的劉喜女子 凌晨開車轉彎 沒有打方向燈 被巡邏警方盯上 上前要求她接受盤查 馬上就聞到了濃濃的酒味 接著是一輪串的鬧劇上演 這名女子綁著馬尾 穿平口上衣 直說自己沒有喝酒 但是試吹酒精 剪汁氣候亮起了紅燈 警方要求進一步的酒測 她竟然就開始 不配合大暴走 朝著自家社區狂奔 還捂住雙耳 不聽警方的說明 最後甚至在停車場摔倒受傷 氣得指控員警 闖民宅強行酒測 但是警方認為 並沒有違背警察職權的行駛 還是依拒絕酒測治單舉發 南投摔地這件鐵皮屋 門口堆滿雜物 台中的盧姓男子 就是在裡頭被淋虐致死 你把魚啊不怕啊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租給人家 周姓男子宣稱 和盧姓男子有金錢糾紛 他帶著無名同伙 埋伏在他縫甲的租屋處 凌晨兩點將人壓上車帶走 周姓男子從台中的西屯 一路開到南投的水裡 將被害人關在鐵皮屋內 依次用鐵條 球棍等器具 凌虐超過十個小時後 盧姓男子陷入昏迷 他們才趕快把人 載回台中的醫院 同步打電話向警方自首 盧姓男子傷痕累累 到院時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六名扼殺落網之後 周姓男子被裁定羈押 但其他五人全部交保 教練請問他那是什麼糾紛 這部分我們也在調查的一切 朱贤和死者似乎認識多年 雙方近期依次有投資糾紛 是否因此仲下殺雞 還是有其他爭執 監警不願證實 仍在追查 這台中綜合報導 我們這個地方